好 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來今天的哲學星期五 那我們今天題目談當反抗成為一種日常的哲學 然後從公民反抗經驗看台灣公民文化 反抗文化的顯素 那大家都知道今年是解嚴的35年 1987年解嚴 可是在解嚴的之前 解嚴不會是自然而然的 不會是來自於一個好像上位者的德政 就突然他認為說要讓台灣民主化 他是經由台灣很多公民運動的抗爭 然後持續不斷能力冒著生命的危險 才有辦法一步一步的往這些民主化的過程推進 其實我們在解嚴這30年後的今天 其實我們在很多的時候都還帶有一種後戒嚴的心態 比如說我們很多人其實內心裡面都還有一些小警衆 以及當時他帶來的那個保守性其實還潛藏或者遺留給下一代 所以我們在談解嚴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也是在反抗某一種我們內在的某一種懦弱 或者反抗我們的不勇敢 反抗這種人性裡面的最根深蒂固的脆弱 那這個是當然我們就要談 那當然我們在談反抗的時候 實際上需要對反抗做一些簡單的定義 為什麼今天來談這件事情 因為反抗我們可以從卡蜜的定義來講 卡蜜在講反抗的時候其實他區分了所謂的義憤 對於你不義的東西它的那種抵抗 另外一個是革命 所以在義憤的時候可能是來自於個人的 但是對於革命來說它是不擇手段的 那反抗呢它剛好是帶有一種價值感 那也是因為它講了說它改變了迪卡拉的我思故我在 本來是我思故我在它把它改 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為什麼我反抗所以我們存在 因為在反抗的時候堅持一種共同的價值 以至於讓大家可以共同存在 所以這個是在當我們在談反抗的時候 它帶有某一種集體性 而不是一個個人的這種單純個人的反抗而已 那今天來的兩位講者其實非常 我覺得非常重要非常有這種代表性 除了過去這幾年 在台灣的公民社會運動裡面 他們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如說像跆拳會 他們在如果大家知道 318的時候它不會只有 不是太陽花學運 因為其實如果你成功濟南路的整個的那個場子 從頭到尾有一個濟南路的那個場子 都是跆拳會在負責的 所以有些公民很多的公民社團的參與在裡面 那另外一個當然我們在過去的勞工運動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勞工運動 不斷的去努力讓台灣的那個基本工資 或者是勞動工時 或者是關於血和工廠的問題的揭露 這些東西都有在於公民運動這些的最主要的倡議者 倡議的團體來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回到解言 戒言這件事情 戒言 剛好我們今天請到的兩個團體 剛好都是在 一個是在1984年的5月1號 然後勞政成立 那另外一個是在1984年的12月10號 台灣人權會 人權促進會 台權會成立 那所以那個有聯他們勝出了 其實他們只是故意選擇那一天而已 所以不代表說前後 就是在那個氛圍裡面 可是在危險的狀況其實他們是共同的 這時候都還沒有戒言 所以你任何跟當權者有一些不一樣的聲音 其實這樣都會被打壓 甚至就消失不見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我們那一代的 在戒言之前其實還有一個 我們這一次在討論所有的戒言的時候 沒有被討論到 就是人生命反抗裡面需要的勇敢 這個實際上是我覺得很值得被大家書寫的 可能我們都做同樣的反抗運動 但是我們現在的反抗運動 其實這樣的危險度沒有太高 等一下誰要先講 5月1號先講還是12月 5月1號先講 我們還是有先後順序 大家等一下有PowerPoint 然後因為椅子是可以旋轉的 你們自己移動就好了 所以自己舒服的位置在這裡可以看那個PowerPoint 是另外一個 好 好 那就交給留言 別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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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PowerPoint不重要 PowerPoint 這張照片是我拍的 蠻喜歡這張照片 我每次在自己很孤單的時候 就會凝視這張照片 然後一直在延伸 有一句話講說 以惡魔纏鬥過久 自己會變成惡魔 對不對 但是不要臨時 深淵太久 自己就會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希望 很抱歉 我必須承認我今天我的身體在跟我反抗 所以我有點不太舒服 有點暈眩 所以如果我沒有講得很好的話 沒關係 請大家期待 拍拳會的邱姨玲 OK 好 輕鬆一點 我們就要聊 既然大家對反抗如此有興趣 我們就輕鬆來聊 哲學星期五 要把所有事情搞得很僵硬 從事你的反抗日常的哲學 然後的經驗 那 剛剛主持人沒有進行一個程序 我來幫你們補進行一下 第一次來哲舞的請舉手一下 拍拖子 拍拖子 你拍拖子 這是必要程序 為什麼 因為每一次都有 都有第一次來的 那我的工作 我在這個組織工作 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到底是多久的一個日子 我來台灣是二十五年 我來台灣的第三年 就不小心被騙到這個組織來 然後我就 坐著坐著坐著 就在這幾年 然後 所以我這幾年 蠻常去學校跟人家分享我的反抗人生 不只是反抗體制 包括反抗自己的一些經驗 過程 例如說 什麼叫反抗自己 我在教書的時候 我在教社會系 我在教社工組 社會工作的這樣的部分 我開的課都是比較無聊的課 必修課 就是概論 我社會工作概論 社會福利概論 你挺好在空間這樣閒 那個 那種概論的課 那個 教科書都特別厚對不對 特別厚 然後一定要教完 因為你要讓學生了解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我的課 我總是跟我的學人講說 社工是一個什麼樣的工作 有沒有念社工的 剛剛我沒有聽到 你們覺得呢 社工是一個什麼樣的工作 辛苦的工作 不知道 比較沒什麼錢的工作 比較沒什麼錢的工作 好像這個專業好像被邊緣了 對不對 你覺得呢 好 就是協助社會資源分別比較不見的地方 標準答案也許有 就是社工是一個助人的專業 同一同一 那真的是一個助人的專業 跟事情也有關係 因為有一次我教書 教到一半 突然間就聽說台北有好幾個強響 然後就好幾個人倒下了 那我就沒有心情教書了 我就跟我的學生說 好 我們今天來討論 我說社工是一個 使人不絕望的工作 OK 當有人絕望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扶他一把 讓他不要絕望 因為人一絕望 他可能會走向一個 並不是那麼好的方向 對不對 但是呢 死刑現在是對一個人的絕對絕望 那你要怎麼調適 你明明在做一個 做一個 將來可能會做一個 使人不絕望的工作 但是你現在對人絕望了 那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當然 社工不只是一個助人的工作 我會跟我的學生來分享說 社工也是一個反抗的事業 那就切中主題了 反抗 為什麼是一個反抗的事業 當 剛剛 你所說的弱勢 弱勢是怎麼產生的 弱勢可能是一個社會結構產生的 你沒有去反抗那個社會結構 你會有源源不絕的弱勢 譬如說 我舉個例子 醫療的弱勢 因病而病 因平而病 所以我們 我很慶幸 台灣有一個制度 叫前民健保 前民健保 前民健保 前民健保至少 讓這部分的弱勢 去掉一半 去掉一半 這就是一種反抗的過程 反抗的結果 它不一定 它不會是天上掉下來的 這個制度的形成 它不會是天上掉下來的 它是一個反抗的結果 它是一群人 時常在街頭上面 時常在任何那個場域 他不一定在街頭 他搞不好在懸術界 他搞不好在一界 搞不好在很多的地方 共同的倡議 這樣的一個理念 倡議這樣的一個制度 避免台灣的人 避免台灣有很多人 譬如說 在1995年健保開辦以前 有42%的台灣人 是完全沒有任何健保的 所以當初 如果你們去看 台灣的八點檔的話 大概都不會看到 太多那種小三小四的橋段 會看到什麼 家裡有一個人要上救護車 要簽本票 家裡有一個人要上手術台 先腳打正經 這台刀 一百萬 先叫你腳個百分之十有沒有過分 有過嗎 一百萬先腳百分之十有沒有過分 沒有過分 百分之十是十萬 善夾人 窮人 勞工 這樣就拿去 付得起嗎 付不起 他這個時代可能就變成卡農 會變成卡農 所以 反抗日常哲學 我待會 我很快速的秀過去 勞政 從1984年5月1號 就是持續的反抗 做做做做做做做到現在 那當然 總會有一些成果 總會有一些 有一些 值得 值得在我們生命裡面 值得分享的一部分 例如我剛才講的 財品健保就是一個部分 那我當然同時 我也是台灣健康人權行動協會的理事長 所以我們就要想一想好了 什麼是反抗 你選擇了什麼樣的一個價值來反抗 或者 換一個方式來講的話 反抗是一種技能 還是一種本能 技能嗎 反抗是要學的嗎 所以我們進來學反抗 學如何開槍的遊擊隊 這是一種技能 有沒有認為反抗是個本能的 只是你這個本能 有時候你也會忘記了 你有這個本能 所以你需要 這個本能必須被激發出來 必須被激發出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進行 落實這樣的一個反抗 進行這樣的反抗 我沒有標準答案喔 這個從事身份運動 最大的那個就是 不能有標準答案 因為有標準答案就叫威權 如果我告訴你 所以有人告訴我都是真理 這個 我 我講的定為一尊 那是多危險的事情 那是多危險的事情 所以在我的工作場域裡面 在勞政 實習也好 或者工作也好 我們不會有標準答案 大家都在討論 那在什麼樣情況下 你會反抗 或者你們曾經有沒有反抗過的經驗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為什麼318的時候 會有一群人出來反抗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呢 在你自我的價值選擇裡面 有沒有曾經反抗過 你認為根深蒂固 你認為不可挑戰的價值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有沒有算過命 算命 男生跟男生 左手 女生呢 為什麼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 這個原因 男左女右 男左女右 我也是說男左女右 為什麼男左女右 誰講的 神經改講的對不對 大家都這樣講 大家都這樣講 這有趣了 大家都這樣講 但是有沒有人挑戰過 那為什麼男左女右 我看過有一個這樣的解釋 我以前也認為男左女右 所以拍照的時候 男生看在左邊 因為你在看右邊 習以為常 從以前到現在 大家都這樣告訴你 有一個解釋是說 男左女右是來自於中國的宮廷文化 左相比較大 左大又小 左尊又卑 如果 這是一個 真的是如此的話 左派 為什麼會有左派呢 為什麼會有左派呢 左派 左派 你手在講 有幾乎在講 你還認為男左 要男左女右嗎 可能就不一定 不一定會認為是如此對不對 那不只是如此 包括你想改變什麼 這才是重點 所以當反抗這個事情 我想有時候也不需要把它搞得太沉重 每天都在那邊想說 我如何反抗自己 那也很累 不會像我這樣子搞到自己高血壓 這樣就不好 你會講說 那你到底做一些事情 到底那個過程到底是什麼 沒有可能因為同情而反抗 有沒有可能 因為同情一件事情而去做某些反抗 會不會 有這個可能 你可能會因為憤怒 我這麼去 我這麼去 為什麼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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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這樣子被欺負 所以我反抗 對不對 我這麼去 你有可能也因為這樣 彭里 解緣30週年 我們對於菲律賓的 這樣的一個處境 我們對緬甸 所以我不只是台灣老公農 真線的秘書長 我也是台灣自由緬甸網絡的召集人 但是現在我們網絡上最常吵架的 路維樂翁山書記吵架 因為最近他的那個 那個表現才讓人家 這個不可恭維 這個 你可能因為某些的 共同的 共同的一個感受 而一起反抗 譬如說318 譬如說 跆拳會所做的很多事情 然後他才感受到說 我們是同路的 我們就一起去 那當然最後 你可能是記憶你的信仰 你的信仰 而起做的反抗 我覺得這其實 如果是信仰的話 就很多釐清的過程 譬如說 我活到這把年幾了 我大部分的時間 我不太希望做決定了 因為其實那就是一種 生活方式的選擇 我不需要再整理我的信仰 我信仰很清楚 我的信仰 包括說我對制度的看法 包括說我對某些 譬如說健康權 包括說 這個對錢民健保 對很多的那種 社會福利的看法等等 我不太需要做決定的 但是我總是認為 因為當你去脈絡化的去關懷 它只會留於同性 它不會昇華變成是說 對 我必須要把這樣的一個反抗 持續改變 然後讓它變成 我們所想像中的一個理想的社會 譬如說 剛剛講到左派 對不對 社會主義 我昨天跟一群老師在講 我說如果你是一個 不太相信社會主義的人 勇敢一點 從你的皮包裡面 把健保卡拿出來 拿一把剪刀把它剪掉 因為錢民健保就是一個 比較社會主義的價值跟選擇 要勇敢一點 你要忠於自己的想法 你要忠於自己的 忠於自己所相信的事情 我插一下話 我叫我的學生 不是辯論 是被死 死刑這個事情 是說 因為 我不太常說服別人 我覺得說服別人是一個很辛苦的事情 我往往是在分享我如何說服自己 接受的這個方向 這有個好處 分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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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服自己的過程 是一個比較輕鬆的事情 因為你不會武裝自己 當你要去說服別人的時候 你就會講說 你應該怎樣 你應該怎樣 你講講不對 但我出去分享我自己的時候 我的學生很有趣 他回家 回家 但我沒有想說服他 我也一再的強調 這不會作為打分數的一個標準 他想說 我說如果你打從心裡面認為 相信 必須要把這個人殺掉 然後呢 然後這個社會就太平了 那你應該可以把口號喊出來 因為你忠於你自己 你相信你自己 我舉個例子 澎湖要蓋賭場 你們會不會反抗 新北市 或者我們在哪裡 宜蘭要蓋一個 核電廠 你會不會反抗 會 這就有趣了吧 對不對 反抗這個事情 它是無所不在在你生活裡面的 我就舉這個 這個賭場的經驗 台灣很多人認為 在賭國進不了 而且要把它產業化 要把它變成台灣 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政策 姑且 姑且不論大家同不同意 但是我假設你們都同意 所以我們 來個口號好不好 反抗哲學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肢體語言 就是喊口號 有話過嗎 口號有話嗎 喊口號 我現在轉軌 我現在在雞頭 來 我們手頭的冠冠 沸浪浮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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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口號肢體要解放出來的喊口號 喊口號 喊口號 反腐嗎 反腐嗎 又又落後 來 手頭的冠冠 冠冠冠 大聲發出 來怕你 我們要讓政府聽到聲音 你說好嗎 好 好 這不行啦 他們很理性 理性 來 手 我叫救台灣 我叫救台灣 你敢不 喊口號 喊口號你就知道說 你就會整理自己的 這樣對嗎 這樣對嗎 你越抽的越多 健保就越有錢 吃粉就健保 神經改貢獻的不少 好 你敢對 你懂我意思嗎 當你把它 放在自己的想法 脈絡裡面去檢視的時候 很多事情你就會翻出來 重新檢視過 最終它會變成你的信仰 當它變成你的信仰的時候 這樣反抗會變成你的日常 就是你的生活方式的選擇 我們 譬如說這間店 為了要貫徹環保的這個事情 我們就 就前面聽 不用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那個 塑膠的吸管 我就用玻璃吸管 那客人這個過程裡面 這是一個商業行為 但是你要跟客人解釋說 用所謂的這樣的吸管 不會不衛生 因為我們有經過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 重點在說後面的那個價值 後面會這樣講說 我們盡量減少那種 一次性使用的東西 一個人消費都會有付出 一部分的 成本跟一部分的責任 這也是一種做法 它不一定是硬幫幫的 在街頭上面的那種激情吶喊 才叫反抗 而是說 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面 在你的生命 在你的生活裡面 有沒有辦法貫徹 你所相信的事情 這才是 至少是我認為如此 至少是我認為如此 那當然 勞政其實 為什麼在1984年5月1號成立呢 後來這就有故事了 請問 勞動節是哪一天 5月1號 對 5月1號 那為什麼是5月1號 有人講出來了 沒關係 不知道 今天有這個緣分 第一次聽到 所以我每一場演講 都會滲透這個故事 因為永遠都有第一次聽到 這樣的故事的人 剛剛有人已經講到的 是美國 五一勞動節的由來 是為了爭取 一天工作八小時 休息八小時 剩下的八小時 剩下的八小時是 你作為一個自由人 可以自由支配你的時間八小時 你可以拿來聽哲舞 也可以拿去加班 也可以拿去看電影 也可以拿去做任何的事情 這是你作為一個自由人 可以自由支配你的時間 有八個公會高度被逮捕 有兩個被判十五年的監禁 一個被... 對不起 兩個終身監禁 一個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有五個被判實行 1889年 在巴黎的第二國際成定大會 平反了這一天 把這一天定為五一勞動節 所以我相信在場很多人 第一次提告這樣的故事 所以勞動節是慶祝還是紀念 紀念 給我看一次 對不對 因為你從來 教育的過程裡面 從來不會告訴過你們這樣的一個故事 但是以前我們可能認為說 五一勞動節都放假一天而已 對不對 或者是它只是一個 讓勞工休息慶祝的日子 但是今天有這個機會來參加哲舞 聽到了五一勞動節的由來 反抗自己的一次以後 接下來 我相信接下來的五一勞動節 你們不會講說慶祝五一勞動節 也許你們會選擇跟我一樣 上街頭爭取更多人的勞動權益 或者是把勞動權益 倡議的這樣一個人權的這樣一個工作 在那天來一起來落實 1984年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日子 1984年是一個充滿反抗的日子 1984年上面有一個黨外雜誌的後面站 1984年還在戒嚴 當一群人成立了一個組織 來做某些勞工的legal aid 法力的諮詢而已 門口就會站在一個李平頭的 那邊點沈欽凱 在7月28號的晚上7點 你到底反抗組織幹嘛 台灣民主還有年輕 三十幾年前而已 門口隨時會有人監視你 那是獨裁者最無知的地方就是監視就會有死角 每一個監視都會有死角 而反抗就在這個死角裡面 慢慢的發展出來 譬如說黨外雜誌 黨外雜誌就是在醞釀某些反抗能量的一個很重要的基地 包括後來民主化過程裡面的一些選擇跟路徑 1988年我們就解 1987年解嚴了以後 我們比較大膽的 你不要以為我們以前那麼大膽 以前說實在那個時代 你隨時隨地會因為違反刑法一百條 就被抓起來了 刑法一百條是由兩個行者 終身監禁唯一死刑 結果會跑到你們那邊去的 開玩笑 就是會有這樣的情形 1988年終於解嚴了 所以從後勤支援到前三作戰 趕去工廠的門口問他說 年輕人要做工會嗎 要做工會嗎 沒關係 你找幾個人 我們去住一大廚房 我告訴你們什麼主工會 你們公司有工會 你們公司有沒有工會 有喔 我告訴你 你們公司的工會叫燕姬工會 花瓶工會 我們透過民主的制度把工會搶下來 自主化 自主化的運動 推動台灣工會的自主化 1992年 1992年其實是台灣非常重要的一年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剛有明示暗示過 1992年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年 因為那一年我來台灣 我現在碰碰了開玩笑 我1992年9月10號來台灣 念書 1992年民國81年是中華民國第二屆立法違約選舉 台灣終於民主化了 國會前面改選 跨出了一步了 那當然1992年的國會前面改選 卻是台灣黑金政治的一個很重要的起點 國民黨在整個政權本土化的過程裡面 大量的跟地方派系 還有黑道結合 而導致了這樣的一個後來 國會裡面黑金政治的這樣的一個結構 所以集結勞工陣線粉碎金錢混亂 就是在講政治 要去參與政治 勞工不能夠獨立於政治的存在 我們要挑戰的是 這樣的一個結構 它所發展出來的一些可能的問題 比如說支援分配不均的問題 那反抗的形式和手段 其實不斷的在發展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再給我五分鐘 有 有沒有聽過四個字 叫做地下電台 有喔 有上過地下電台的請舉手一下 上 對 就上地下電台去 去上節目 對 有聽地下電台 這樣講 這樣摸不太好 有聽過地下電台 打開的時候一去聽地下電台的經驗 請舉手一下 他們可能都還太年輕 太年輕喔 對 現在還有嗎 不要咬 不要咬 我以前在主持 主持那個 主持那個地下電台 三點鐘Live的節目 要職三點鐘 在職業 主持跟我來講 我問你 你的油要去哪裡買 不好意思 我這個節目不在賣油了 麻煩你打現正兩位 二三一九 五九一百 二三一九五九一百 像不像 我跟外國人 其實在台灣 台灣給我非常多 包括主持地下電台的經驗 我覺得我都不能幸運 我完全參與在這個過程裡面 然後覺得蠻好玩 沒有 沒有玩耀 我那個節目沒有玩耀 我最喜歡call in call in 就是你可以去泡地 因為call in會講很久 我跟你說 你說的都不健康 他絕對是說不懂的淫妙 那就好玩 好 所以以前反抗的形式 運動也是一樣 以前我們 我們以前PP call的時代 你們完全無法理解 我們是怎麼做反抗的 現在是臉書對不對 我們以前是PP call PPPP 代號0000就是衝 1111就是撤 要衝還是要撤 看PP call 00001 表示彈有結果 對 現在不用 現在LINE 臉書的群組 一動出來 大家都知道了 那政府的消極抵抗 跟積極合作 有一些 你要改變 你永遠不可能 像個魯賓遜一樣 獨立於這個世界 那你要怎麼去權衡 當然你的理念價值跟對話的擴散 其實某種程度上 後面的部分 我們就很快的講過去了 因為其實我覺得 可能在座很多人的經驗 都可能會比我更豐富 我覺得 時代在進步 反抗的方式 也會再調整 比如說勞政 勞政已經成立了三十幾年 這三十幾年 我當然後面再轉型了以後 再做的部分 就是比較在做倡議的工作 那倡議你要怎麼去倡議 你要怎麼去跟社會對話 你要怎麼去跟更多人接受 或者是說認同或者是妥協 妥協也是一種藝術 妥協也是一種反抗的結果 那你要怎麼去做這個事情 那其實我只要秀後面的部分 其實我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滿認為出版一直都是 反抗習士的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我對紙本書的情有獨鍾 我很喜歡出書 然後這次業界裡面出書 出的最多了 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這本雜誌 1984年4月7號 比勞政還長 所以碰碰一點的話 就可以講說 這是壽國僅存的檔外雜誌 這比較碰碰一點的說法 但是某種程度上 這是延續 1884年 1884年 這是我不對 好 1984年 對不起 七夜初刊 就是說 某種程度上 它就是一個不斷的 不斷的去講某些理念 核心價值的事情 幫老公寫歷史 我來台灣以前 我對台灣的了解 只有四個字 叫經濟奇蹟 你來台灣以後 你問很多人說 經濟奇蹟 你會想到誰 你會想到名人 你會想到孫英選 你會想到李國鼎 你會想到這些 有人幫他寫歷史的人 你不會想到一群女工 你不會想到一群老公 那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延續這個 反抗的基地 跟反抗能量的做法 就是不斷的 不斷的在幫勞工寫歷史 包括出版的這些書 這本 不小心還得獎 所以 所以 我挑個了 孫時代 這本書得獎的時候 農民台頒獎給我說 部長 我們不只會抗議 而且會寫書 而且會得獎 不小心會得獎 那當然 理念的傳播 理念的一些 對話 是不斷不斷的在進行的 那我只能用這句話 來講說 反抗也好 唱也好 它是一個馬拉松 你只有慢慢跑 你才會跑演 你用跑白米的方式跑的話 你絕對會很快就趴下去了 那我前陣子 我在很無聊很無聊 很無助 心情很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讀一些詩 我很喜歡 有一個人的一首詩 我講完這個 我就 這個 這個人叫鄭球瑜 聽過嗎 哪一首詩 不是達達的馬鐵聲那一首 你一定不插那一首 對不對 它有一首詩叫野店 野店這首詩很少人聽到 這首詩的第一句話講說 是誰傳下詩人這工作 你把它改一下 是誰傳下台詩會這工作 黃昏裡掛上一盞燈 什麼燈 不要誤會 不要誤會我說的是明燈 燈掛上來以後 人就會聚過來 OK 人就會聚過來 人聚過來以後 我們可以共同討論著 反抗的方向 我們要反抗什麼 我們要改變什麼 我們在座各位 我們住在這裡 台灣 到底未來 要變成什麼國家 這是我們要花束扣的 尤其是年輕人 我們在做年輕改革的時候 我要看年輕人講話 留愛不留在 我們這一代的人 到底要留給 在座各位 跟我可能差一個 兩個人的人 到底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什麼樣的台灣 這是我一直在想 一直在挑戰自己的 那我就簡單的分享 反抗 組織的反抗的文化 組織的反抗的方式 就是我個人的反抗的一個 信仰跟選擇 那當然 某種程度上 他就是我一個日常的生活 他就是我的生活 方式的選擇 那我就簡單的 做這樣的分享 以上 謝謝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有連這樣講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說 他不僅會出書 也會念詩 對 然後比如說 其實他剛剛講那個 經濟奇蹟的問題 其實我其實 經濟奇蹟 我們其實他講的名字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大概會知道 是保利答B 對不對 然後 那個 廣告的東西 我比較容易記得 那 剛剛有連 當然有些提到一些 還有一些細節的 運動的方式 怎麼進行反抗的組織 都還沒有講 等一下 QA還可以繼續問他 大概是在討論這個 為什麼要反抗 其實他裡面有個 很背後的一個 剛剛講的一個很背後 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反抗裡面 其實他不是只是一份 一樣不是一份 他其實要去朝向一個制度性的改革 避免那個災難跟苦難重複的出現 那這個實際上是 如果反抗不是基於某種價值 然後推向制度性的改革 那這個反抗其實是很可疑的反抗 可能就是只是 送這樣而已 那所以 我們可能在反抗的過程 其實有理性的建構在裡面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 來 剛剛那個政治的部分 其實還沒有談那麼多 我們可以真正可以從 等一下依林 來跟我們講 跆拳會 這個事情 我們熱烈掌聲 歡迎依林 我有帶了一下 那個跆拳會的簡介 跟去年的工作報告 如果有興趣 就是還不是那麼了解的話 可以拿走這樣子 那剩下的看可不可以放在這屋 然後其實一開始有連給我的題目 我不知道是要講反抗 所以他只跟我說 你要不要來談談看檢驗前後 就開始了 所以我本來準備的PVT就是這個 不過我覺得今天 就是 其實那個題目定的很有趣 就包括剛剛大家在分享的時候 其實都是衝著反抗這個概念來的 那我覺得就是 其實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自己 第一次的反抗經驗是什麼時候 那我自己可能就會蠻喜歡跟別人分享 就是說 我在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 我們還要去那個操場 招會 然後招會的時候就是 校長什麼 他們會在上面講話 然後下面的學生就是要在那邊 一直站著聽 然後不管刮風下雨 或者是大太陽 就是要站在下面這樣 然後有一次就是下大雨了 然後上面的人 他們因為在私立台 所以他們有棚子 但是下面的學生就要開始淋雨 然後我們的班老師 就在所有的人 還站在那邊聽講的時候 把我們班帶走 對 那那個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個 國中時期的一個 就是老師帶著我們全班反抗那個 上面的那個 就是一直不斷的巴拉巴拉講不停的人 的事情 對 所以其實我自己說 我自己會覺得我自己其實是個蠻反骨的人 我覺得可能 我不曉得再做如果說 你其實是因為反抗這個議題而來的 你自己會不會也覺得說 事實上 剛剛大家在講說 反抗到底是一個技能 還是一個本能 其實我覺得它都是 然後可能是 甚至是我們在青少年的事情 而且應該大概多多少少一定都有經歷過反抗的一些事情 譬如說 跟家裡面的反抗 跟你爸的反抗 或者是 譬如說 就是喜歡聽搖滾樂啊 就是喜歡聽一些那些很吵很吵的音樂啊 然後 對啊 這其實也是一種反抗的文化 然後或者是說 學校叫你做的事情 你就是故意啊 比如說制服就是要穿怎樣 就是故意不要穿那樣 對 不能怎樣就是故意怎樣 這個都是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的一些反抗的經驗 跟 其實某個深度它是一個本能 當然如果技能是 你要看錯裙子要怎麼改的很短 要去拿去給別人改 也許這是一個技能 可是事實上 就是說那個所謂的想要去反抗 其實有的時候是 是很本能的東西 那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想要反抗 然後或者說 剛剛大家在討論說 到底反抗是什麼 我們沒事幹嘛要反抗 或者說是不是所有的反抗都是 都是所謂的反抗 這好我們不知道在講什麼 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到底 等一下我們 剛剛那個友聯講的 這個勞政從幾年前後到這邊 我們等一下介紹台權威 就是到底在反抗什麼 我們在反抗進步嗎 還是我們在反抗什麼 我們在反抗威權嗎 我們在反抗主流的反動溫暑嗎 我們在反抗一成不變的生活嗎 我們在反抗什麼 就是為什麼要反抗 然後一些到底反抗什麼東西 我覺得是 其實可能是大家很想要去了解 就是如果今天社會真的已經非常自由了 那到底為什麼還要反抗 好 那我就先回到我的這個 對然後包括那個 好 我先回到我的那個PPT 就是說 那剛剛講的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是一個比較 就是說好像你從青少年時期 你自己可能會體驗過一些反抗的 不管是那種氛圍或是事情 但是個人的反抗如何變成是一個集體的反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那個 就是公民不服從的這個概念 有 就是說 以前 就是 大家應該有聽過這個盧梭嗎 有 我們課本上應該都有 就是說他 就自己跑去這個河邊住 然後他開始要抗稅 他不想要去繳這個 這個 就是 因為他覺得政府不合理 他就拒絕繳稅給他 那當 或是說 大家有沒有聽過像美國的 對不起 說了 好 那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 譬如說黑 就是美國的這個60年代的黑人民權運動 那他一開始是怎麼開始的 工程 工程 就是說 這個 他們有個政策就是說 黑人要讓座給白人 然後開始 最開始的一個動作其實就是 有一位女性 他不讓座 然後開始發起 每個人都 重複這個動作 就是我拒絕讓座 結果開始又 引發非常多的一些衝突啊什麼的 然後最後就是 當然還有 那個金恩博士啊等等 很多 越來越多人 甚至有些是更激烈的 流血衝突的抗爭 然後 然後引起了大家 就是這個 美國最後 他就是必須要去改變 他這個歧視性的一個政策 對 所以有一些反抗 他事實上就是 他就是從這些個人的 一個很簡單的行為開始 好 那 台旋會 作為一個反抗的主持 也是怎麼開始的 其實就是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戒嚴我們 台灣從1949年到1987年 我們擁有的是全世界最強的戒嚴 38年 然後 你會看到說這個38年 他 絕對不是只是在那38年的那個當下 宣布戒嚴的那一天就停止了 好 那我們 我們 台旋會在 1984年的12月10號成立 那 必須要講的是說 當時的 因為當時事實上是不允許 所有的這個民間團體 甚至是報紙 剛才講的雜誌什麼的 都是不允許存在的 那 當時其實就是 這個 國民黨就是一個 一黨 獨大 然後專制的一個政權嘛 所以事實上 過去的 你會看到很多的社會運動 不管是勞工運動 環保運動 人權運動 大概很多都會跟 早期的黨外 就是早期民進黨還沒有成立的時候 因為他也無法回法的成立 成為一個政黨 就是一直一起緊密的去做很多事情 那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一個 大家所視之為唯一的敵人 其實就是當時的這個 專制的國民黨 所以包括我們的 台權會的創會的會長 江孟建 他在1984年創了台權會 跟其他的人創了台權會之後 事實上他在1986年 也是去創了民進黨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政黨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那個 就是創會的海報 那你會看到說 早期 為什麼會有這一群人 他要去成立這樣的一個會 因為早期就是 很多人 莫名其妙的 就被抓起來了 就說你以前是政治犯 不管你是講 主張台獨啦 或者是 你家裡可能有一本 馬克土恩的書啦 或者是怎麼樣怎麼樣 各式各樣的理由都可以 反正他說你是政治犯 你就是政治犯 所以上面很多人 當然有一些什麼 陳菊啊 施密的可能 現在有一些人 很多已經變成是政治人物了 那他們在早期都是政治犯 所以早期就是因為 在那樣的一個戒嚴時期 然後什麼都是不自由的情況底下 所以成立了一個宗旨 就是要求要民主化 然後要釋放這些政治犯 那其實早期其實是透過很多 比較像是在辦座談會的方式 就是不像我們現在其實好像很簡單 隨時隨地都可以上街集會遊行 早期你上街集會遊行 伺候你的是什麼 警棍而已嗎 大家都有知道318324的時候 有人被打得頭破血流嗎 然後說要被水車衝得很痛 被警察拖在地上抓 這個是最嚴重的事情嗎 事實上在那個年代裡面 這根本不是什麼 當我們現在遇到的是警察 他們那時候遇到的叫做震報 或甚至是軍人就直接出來了 那所以其實要集會遊行 不會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早期事實上是透過很多 辦座談會的方式去討論一些 不能被討論的議題 譬如說聖籍 為什麼要討論聖籍 事實上這個座談會 所以後來也發了一個平反的運動 叫做228的平反運動 就是去討論說很多的人 在228的那個當下 或是在延續的那段時間裡面 就是被殺了 甚至說到之後 就是整個精英算子的流失 然後或者說 這個包括說即使是選舉了 可能很多人還是沒有辦法 這個當 就是說去參與成為公職人員 或者說去參選等等的 所以早期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討論 然後這個坐在最前面的就是江峰間 那這個是要求解除戒嚴的一個 在龍山寺那邊的519的一個綠色行動 好 所以早期採訓會大概就是在做這樣子 就是說在那樣的一個年代裡面 什麼東西都不自由 什麼東西都被直接 反正你做什麼 你大概就是要被關起來 然後甚至不是被判死刑 或者就是要關好幾年這樣子 好 那所以早期就是用這樣的一個 各式各樣的方式去想要去打破一些空間 那即使到了解嚴之後 事實上剛剛有講到就是那個座談會之後 事實上在解嚴之後 228根本都還是一個沒有辦法被討論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是在19 這個應該是在1989年的時候 第一次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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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週年 第一次舉辦 在嘉義第一次舉辦228的公益和平運動 第一次有人上街去說 我們應該要來講228這件事情 228是什麼事情 為什麼不能講 他是一個獨裁的政權去殺了這麼多的本土的 不只是精英 甚至很多可能是無辜的人 這樣的一個事情 所以那是開始 各地就開始舉辦所謂的228公益和平運動 到現在我們有所謂的228見面日 可是到底還有多少人 會去記得說 其實過去228是一個 從不能講到可以講的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他如何變成可能的 然後為什麼要去把這件事情 重複的去講它是很重要的 甚至是有很多東西 甚至到現在還是沒辦法講的 因為他那個真相 甚至很多檔案都是還沒有解密 他不願意公開 可是好像現在到每一年的228 好像我們已經覺得 都是放假 就是國定假日 然後我們去逛街 我們去這個 就是說到底那個東西 爭取來了這樣的一個重要的 或者說重要的 去讓大家可以去討論這件事情 之後到底我們怎麼去看待這些事情 其實 會是希望我們現在這一代人 好好去思考 然後台軍會在解嚴之後 其實當然解嚴之後 大概就發生了越來越多 整個非常大型的社會運動 那520大概就是第一場 就是農民走上台北的中校東路 然後去抗議這個 那時候應該是要加入WTO 所以就是會影響到農民的這個生計 所以他們就去上台抗議 結果出來的當然就是這個 正報警察已經解嚴了 已經解嚴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那個景象是這個樣子 當然就是被打的頭破血流 應該是比我們在太陽化運動 看到的是更誇張的 而且那個時候即使解嚴之後 你會看到整個媒體上面的報導 絕對不會像太陽化運動 把你描述的說是一個純潔的 陽光的正向的一個血運 不是喔 那時候的農民運動 就是被描述成說這些人是暴民 他們都是抄家羅上來去打警察 警察因為他們受傷什麼什麼什麼的 所以他們就是面臨的 最後就是整個媒體描述 就是把他們講的是非常凶暴 然後就是就是要這個叛亂分子 然後這個當然就是全部都被起訴 所以早期跆拳會為什麼要放這一張 就是那時候當然早期就是 到現在也是 就是有蠻多的一些律師的參與 所以他們組成了一個訴訟去協助這個 農民運動的那些被起訴的人這樣子 然後包括這個人民團體法 這個也是在1989年的時候 就是跆拳會組了好幾個名字都叫做台灣的 我們叫台灣人權初進會吧 可是大家知道我們實際從1984年成立 一直到1997年這一段時間其實都是非法的 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叫台灣 你不能叫台灣人權初進會 你要叫中華民國或者是中國 你不能叫台灣 你只要叫台灣的就是台獨 所以不能夠用台灣做名字 所以台灣人權初進會 台灣環保聯盟 什麼台灣開頭 台灣勞工陣線 所有台灣開頭的全部一起上街遊戲 人團法為什麼要管我叫什麼名字 今天憲法保障人民組織集會解釋的自由 那我要叫什麼名字就是我的事情啊 關你什麼事 為什麼我不能叫台灣 甚至那時候還更好笑 他說 那個已經有一個叫做中國人權協會成立了啦 所以就是那個協會 大家有聽過這個協會嗎 他們現在還存在 他們現在改名叫中華人權協會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過他們有批判過什麼證明 他們就說已經有一個中國人權協會 你簽他們的名字這樣 他說你們就去加入那個團體就好了 全台灣不需要有第二個人權團體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 即使是解言 還是有非常多 包括像集會遊行法啦 人民團體法啦 甚至還有國安法 這個都是解言之後 其實還是持續的不斷在前置人民的惡法 所以早期甚至還有這樣的一個 就持續還是要去對抗這個 號稱是解言 可是事實上還是有很多不自由的 然後當時就是解言了之後 事實上還是有非常多的一些 剛剛提到的嘛 就是這個都沒有改選啊 那些國大啊 都是提著那個尿 那個叫什麼 尿袋跟那個 對他們就是從國民黨一起來的時候 然後就是一直都在萬年國大 就是他們都沒有完全沒有改變過 然後是軍人 當時那時候那個好國村被任命為行政院長 那等等的這些事情啊 然後所以 當時大家有聽過就是野百合學運嘛 那海學會那時候就是也有加入了所謂的 反軍人幹政的聯盟 那也有發表聲明 或是像野百合學運也有去現場 去支持學生的運動這樣子 然後包括解言了之後 還是有清大的學生 他們這個 因為讀 在讀是個市民的書 讀書會 然後就被用這個 判亂罪 判唯一死刑 所以那時候就是台北車站 這個是台北車站 就是開始大家就要去抗議 然後去要求要釋放他們 他們就是進到清大的宿舍去把人抓出來 這樣子 那時候台群會其實也是 你就會看到說解言之後 至少我們的戒嚴不是只有38年 就是即使解言之後 他還是處於一個戒嚴的狀態 他還是沒有真正的自由 所以都還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一直到剛剛講到說 1997年 為什麼台群會變成合法 為什麼可以去登基利安呢 大家幫我猜猜看 1997年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是1994年的時候 陳水扁當上了台北市長 陳水扁當上台北市長之後 陳菊就去當了社會局的局長 那早期其實陳水扁 剛剛我有講過嗎 早期台群會剛成立的時期 事實上跟黨外的這些 是非常緊密的結合的 包括陳水扁也當過台群會的 我們所謂的職位就是李堅市 陳菊當過我們的秘書長跟會長 那他就進了台北市去當社會局局長 所以事實上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最後台群會是登記在哪裡 大家以為台群會是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嗎 雖然我們常常在好像很愛管全國的事情 但是事實上我們是登記在台北市社會局 我們是台北市的人民團體 因為我們唯一只有辦法 只有辦法在台北市可以合法登記 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不用改名字 然後可以這樣登記 所以在1997年的時候 合法登記就好 可是這個1997年為什麼 把特別標示出來 因為這個時候也產生了一些 蠻重要的一些會裡面的一些討論 就說那現在我們的這些戰友們 都去當官了 他們都進到政府裡面去囉 對啊 那怎麼辦 他繼續是我們的理監事嗎 他繼續是我們的這個顧問嗎 繼續對我們的參與我們的會晤 然後發表意見嗎 這時候其實就開始有一些緊張衝突 以及一些討論出來了 然後那時候97年也是黃昏雄 就是Peter刺獎案的主角 就是伊耀 他就回到台灣來 那後來他也是接了台選會的會長 那時候其實就開始 慢慢的想要把台選會轉型 成為一個比較專業的人權團體 那也定了一些比較明確的規則 就是說如果你就是進到政府部門去工作 或者甚至是你就是要代表政黨 要去參選的話 那恐怕就是因為事實上NGO是要去監督政府的 所以我們雖然可能過去是一起打仗的朋友 可是可能這個時候我們還是必須要劃行界線 就是這個NGO是要監督台北市的 那那時候為什麼會突然有這樣一個討論 事實上 當時的會長邱宏全 他就說為什麼我們會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當時發生了一件台北市的廢公倉的事情 那就是一開始是國民黨的這個市議員去質疑陳水扁說 你不是要慢慢讓公倉總顧歷史嗎 為什麼你還繼續發公倉執照 然後他在這個不斷的被炮轟質疑之下 他就立刻就宣布說 立刻廢止 完全沒有任何安置轉業的那個討論 立刻廢止 就是他們公倉的這些人隔天就失業了 所以就在那件事情上面 事實上那時候也有非常 可能報告材權威那一部就在討論說 對這件事情我們要不要表態 台北市政府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們覺得很不合理 是不是應該要幹嘛 他那時候事實上 就是開始才開始有這樣的一個討論 就是說 對啊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站在監督的立場 然後甚至是 未來這個東西可能是應該要分得很清楚 那不然你是沒有辦法去 對於這樣的一個政策 或是這樣的一個事件 去做一個比較明確的表態或聲明 然後也是實在從那個時候 批政回來之後 他開始非常的重視 就是說 台灣過去其實並沒有什麼人權的教育 就算是念法律的人 學校裡面根本不會教什麼人權法 那你更不用說 現在可能國中小的教科書 會有一些什麼人權的教育啊 什麼無罪推定原則啊 但是過去是完全沒有的 那所以 你說你要做一個人權組織 你到底要怎麼做 以前戒嚴時期很簡單嗎 就是打倒過病長 很簡單 那個敵人非常的明確 然後所有的人就是要打倒他 這個要求解除戒嚴 就是 可是當你慢慢解嚴之後 然後議題又這麼多 這麼複雜的時候 那到底做為一個人權組織 就是他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他要去做倡議 他到底有哪些工具跟方法 然後他要怎麼樣去維持一個組織的長期運作 這個東西其實是需要學的 這時候就是一個技能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 台學院也開始加入一些國際的人權組織 像Flooracea是亞洲的人權團體的一個聯盟 那FIDH是 他總部在巴黎 然後是一個全球的人權NGO的一個聯盟 那就開始想要去了解說 那其他國家的人權組織在做什麼 他們怎麼在運作 他們在關係哪些議題 因為其實也是因為台灣 就是說台灣從1971年 退出聯合國之後 我們大概就是 台灣就大概跟國際社會很早的什麼接觸 所以事實上 我們好像就是只關在我們自己的島裡面 就是去 當然台灣的公民社會非常的蓬勃發展 然後有很多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 可是事實上我們對於其他國家的一些 甚至是我們周邊國家 越南啊 印尼 馬來西亞 菲律賓 所以他們發生過哪些反抗運動 我們可能是不知道 對啊 那也是因為像加入這些組織 我們才慢慢要了解說 其他國家他們的一些抗爭 或者說他們的一些運作的 關注的議題是什麼 那97年 90年大概也是比較有名的 就是說 財全會因為蘇建合的這個案子 開始在關注很多司法民權 冤案的這個事情 那光是這個個案就做了 十幾二十年 對 那這個大概是90年代 財全會蠻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有時候你講說個案個案 它並不是一個 好像只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有時候個案是要做十幾年 那2000年的時候 又發生了另外一個挑戰 2000年這個 陳水扁從台北市場已經換成了總統 所以這時候你要面臨的就是說 民進黨的第一次執政 雖然他們那一次是少數執政 就是說國會裡面並不是大多數 事實上國會多數還是國民黨 那他只是民進黨只不過就是贏了總統而已 可是事實上就算在那一次裡面 開始也有很多討論 就是在2008年之後開始 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有一些檢討 就是大家開始覺得說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好像是不是NGO 就開始變得比較小聲 就是因為執政黨換了 然後是不是因為過去大家是戰友的關係 或者說他開始帶一些人進到體制裡面 想要去做改革 所以反而好像NGO是不是就比較 那個抗議的聲音好像是不是變少了等等的 開始有一些質疑 那就是有點像說那時候 檀選會在1997年在討論那個 陳水扁進去當台北市長那樣的一個事情 但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其實檀選會大概跟民進黨執政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兩次的一個反抗跟這個 怎麼講 對好反抗好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一個是那個拒案指紋的事情 就是2005年的時候 這個換身份證 就是全國人民要換身份證 然後那時候就說你要收集全國人民的指紋 就說你要按指紋我才要跟你換身份證 那時候檀選會就是從隱私權的角度去質疑 就是說你這樣的一個戶籍法是違憲的 就是雖然憲法並沒有很明確的講隱私權 可是你要做這些事情 你也沒有很明確的法律授權 因為戶籍法並沒有授權做這樣的事情等等 後來就去申請釋憲 所以就是後來有44603 那時候其實就是黃文雄他那時候也很有趣 他黃文雄他那時候是國策部門 然後他是帶頭跟柴選會一起 就說拒絕按這個 就說我就不要按指紋 但是我要求你還是要給我身份證 然後這個去申請這個事先按 那後來當然就是大把關就說這樣是違憲的 所以後來就不能按 然後還有包括說樂生院 樂生院的事情 就是那時候這個新莊的樂生療養院 就是因為要捷運的機場想要蓋在那邊 所以要要求他們離開 那當時的執政黨也是民進黨這樣子 那彩選會也是在大概 也是大概2004、2005的時候開始 就是跟樂生的那個保留運動 一起就是參與了一些大遊行啊 或者說開始去主張說這個 這個裡面可能有一些這個轉型正義的問題啊 就是說過去從日據時代到國民黨時期 所留下來的一些錯誤就是把他們強制的隔離在那邊 然後到現在 你又用這種方式去要把他們趕走 那甚至包括那時候的副總統呂秀蓮 還跟那邊的院民說 你不要讓我們蓋捷運你應該不會去 就是過去的這些所謂的進步的黨外的人士 可是他在坐上那個副總統的位置的時候 他面對的這樣的一個弱勢子群 他講了這樣的演話 那其實都引起了非常多的一些批評 跟也引發了這個樂生的這個抗爭 其實也是整個怎麼講 應該是野百合學運之後的一個 也是聚集了很多年輕人投入加入的一個保留運動 那後來2008年就又回到國民黨執政了 所以這個時候好像大家又開始恢復正常了 這個又開始敵人又回來了這樣子 然後這個土地破天的問題 然後大家又開始意識到民主倒退等等的 然後甚至是那時候可能台灣跟中國 有更緊密的一個經濟上面的往來 然後後來的3318的事情 所以就開始又引起了更多更多的一些社會運動 如果大家去看那個警政所所統計的那個 人民的那個集會遊行的案件 從就是每一年度的統計 大概馬英九之政時期那個是集會遊行的高峰這樣子 那就是說大家開始又意識到說 欸不對啊就是我們幹嘛啊 就是說怎麼會這麼 好像就是說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大家在那邊好像還在揣摩說 到底這個NGO要怎麼樣如何的去 還是應該要持續的去保持監督的力量啊 然後等等的 結果馬上回到國民黨 他就立刻給你看到說 所謂的民族倒退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那時候大概就是大家開始恢復到可能 非常風起雲湧的社運的那樣的一個場景 那現在 現在這個民進黨重新執政 而且是一個全面執政 就是國會也是多數黨 那這個其實對NGO或者是社會運動來講 是一個更新的挑戰 因為過去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經歷過那個好像 就是好像比較有 大家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好像比較放水那種感覺 可是在這一次事實上 大家經歷過2000年到現在 就是說民進黨自己也做過執政黨了 那現在他又是一個全面執政 他沒有辦法再用說 什麼我國會是少數黨做的理由不行喔 你今天所做的通過任何一個政策 那就是你民進黨所認同的政策 你不能再跟我說那個是我迫於無奈怎樣的 沒有藉口的 那這個時候 當然他這一次的整個全面執政也一樣 也是有很多的一些 就是 就是他比如說包括說這個立法委員的提名啊 不分區的立委 他就提了非常多的NGO的這個工作者 蔡培惠啊 顧立雄啊等等 各式各樣的 以前在NGO裡面 很有名的這些人進去裡面當立委嗎 或是說 對啊 那 有的人就看子儀說這是在收憋嗎 那當然也有人會覺得說 的確如果可以進去裡面做改變 為什麼能夠直接進去 好 那就算這些人直接進去了 那我們未來要怎麼樣跟他們有一個比較平等的 而不是說今天 好像你以前是我們的這個 就是也是這樣 同樣是社運界的人 所以我們就不能批評你嘛 也不是這樣嘛對不對 好 然後就算要有所謂的合作 那是不是也應該是一個平等的方式 那我們要如何去維持所謂的 這個反抗的精神 批評的精神 這個並不能夠因為說 其實這已經都經歷過這麼多次了嘛 我想也不是只有台宣會有這種經歷啦 其他組織 就是勞政應該也有類似的經歷 農政或是其他的NGO組織 婦女行政等等 主婦聯盟 他們都有類似這樣的一個經歷嘛 那你自己要怎麼樣去做為一個 把持住說我們就是一個NGO 所以你是永遠的在野黨 那你怎麼樣去好好的去監督所謂的自政黨 不管他今天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還是任何一個黨 但是我也不是用一個 好像我是漫無目的的隨便去罵人 也不是這樣的一個姿態 所以那個東西其實那個是要很難捏的很清楚的 然後包括說當然我覺得民進黨的確他會釋出 他會比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他可能釋出更多的善意 他可能更願意跟NGO合作 那你是不是要全部都拒絕說 不要我就是 我是永遠的在野黨 所以我全部都不要跟你溝通 那這樣會不會也容易被這個 社會大眾把你當作是 你是一個完全拒絕溝通的人 這也是一個危險 所以他不是像說 國民黨時代 反正他拒絕跟你溝通 那我就是罵他罵到底就對了 可是不是啊 民進黨時代 他會說我們來公民審議啊 我們來好好討論啊 那你要不要跟他討論 所以這個有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很 對有時候那個困 那個遇到的那個困難 反而是一個好像更有技巧 你會需要一些更 更複雜的一些思考 那不是只是一個簡單的反抗動作而已 好那在現在的蔡政府裡面 你看到他的一些 包括他對於兩岸的問題的 他還做到什麼 包括我們現在一直在 這個禮拜這個個案 那到底蔡政府做了什麼 然後這個 中國一直不斷的用這種 非常強烈的方式 要去壓制他說 那到底 我們只能夠目不就是 忍氣吞聲還是怎麼樣 然後到底還有沒有要修憲 過去318的時候說 這是一個憲政的時刻 說這個憲法早就已經不符合人民的需要了 那時候318提出來的一個訴訟 就是說要求要修改憲法 可是民進黨上台之後 他提過修憲嗎 好像沒有 然後他提過人權政策嗎 雖然他做了很多的長照 這個年輕改革 可是他的人權的 比較整體的政策是什麼 好像也比較沒有看到 所以這些東西 大概都是 台群會接下來要持續去面對 然後 然後那個所謂的反抗 其實也會變得越來越來 就是他 我就覺得蠻弄補 就是中年人的反抗 有時候跟青少年的那個反抗 實在是 就是說 你青少年時期 反正你就是 我就覺得很簡單 我以前 年輕的時候 你日記 你就是在罵你爸爸 那樣子 他做的都是錯的 這樣子 你永遠都是對的 可是事實上 當你進到一個 就是這個情況 已經不再是 只是一個很簡單的 是非對錯的 那個東西的時候 那你的那個反抗的方式 是怎麼樣 然後你要怎麼樣去 應對跟處理 有時候 就不再像青少年的那個 反抗文化可以那麼的帥氣 那麼的 對 所以好 再一點感慨 好 在這邊 謝謝 謝謝余玲 因為我們今天 談這個 當然我們還可以繼續把 反抗的那個 意義深化 深化一下 就是說 當我們有具體的 因為 我們在反抗的時候 很難 不反抗個具體的東西 或者說 比如說對抗不義啦 然後在 我們在談反抗的時候 大家可以 有幾個 我們反抗的時候是反抗面 有時候是反抗虛無 或反抗那個跟 那個 讓你墮落的那個力量 那那個是一個 有時候 有時候要去反抗 因為如果不是反抗 你就會沉淪下去 有時候 那個反抗是為了 避免讓別人墮落 拉著你一氣沉淪 等等這些東西 那我們如果去想這些 反抗的問題 還有一個是 日常生活 比如說你過去 昔日的戰友 它突然有擁有權利 那我們在跟它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是在 比如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知道 原住民這個傳統領域 原基法 就是傳統領域的那個 後來就是原住民 固落於土地活動範圍 劃設的辦法 那那個是一個行政命令 那那個行政命令 其實是行政執政黨 還沒有經過立法院 所決定的一個東西 它可能就很快 少數人就決定了 這個事情要怎麼化 它還沒有經過一般我們認為 民主程序公廷會 大家要召集所有的 大家來討論 沒有它就決定了 所以有些事情 實際上是可以 可以很直接的反對 為什麼 因為你缺乏了溝通 現在這片情形 當然是在社運的團體 他們覺得說 我們好像要需要 跟政府有溝通啊 要去談什麼 可是你有沒有想要說 可能當擁有權利的人 不願意跟你溝通 因為通常你不能要求一個 沒有權利的人 比如說像這種社運團體 我覺得他們已經 天時來著了 那就做這件事情 其實沒什麼好處 還要被罵 還要站在第一線裡面 可是我們現在是 有權利的 你願意沒有溝通 那也不是因為你 靠著你的善意 願意溝通 有時候還是要去 考慮的是 你有沒有一個制度性的方式 讓你可以免去那種 誤解的方式 所以我們才會常常 會講透明話 會講到這些 在公共審議的部分 要出來的 背後有一些價值在裡面 我們有時候其實不見得 都會需要反抗 可是大型的反抗 現在就變成說 我們好像 是不是今天民黨執政 我們說我們 因此不去反抗那個不對的 不行 因為那個不對的 當它不對的存在 你不反抗 你就是 尋私嘛 你就跟你存在的理由 我剛好對立了 所以你不可能不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呢 現在大家在談這一次 以前我記得有一次 我在比利時遇到陳菊的時候 他講 因為他會跟我們這些留學生見面 他見面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整個台灣的那個狀態 民黨狀態很不好 我說他有個結構問題 嘲笑也大 可是我覺得民黨現在是完全執政 他跟國民黨是一樣的 是完全執政的 他當然要負責 那如果我們今天有一些公民力量 沒有起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到說 我們現在這些公民力量 沒辦法集結在一起 是很恐怖 就是他整個散掉 或者是說 下一個世代的人 他們出不來 就是你們會出不來 比如說他有沒有解決 那個貧窮的問題 世代正義的問題 有沒有解決到那個少子化的問題 然後沒有那個青年貧窮 然後沒辦法養小孩的問題 如果我都沒有解決這樣的話 我覺得政黨問題 他的意義在哪邊 很多很具體的東西 那我覺得可能要考慮 萬一人家不理你怎麼辦 當他擁有權力的傲慢的時候 那怎麼辦 你唯一能錯就是自我集結 那自我集結 因為我們到時候已經不是面對 面對民進黨或國民黨的問題 是在民黨完全執政下面 我們要怎麼樣去自我集結 形成的力量 因為不小心你的朋友 你的好朋友就這麼酷水 他就覺得 反正我有權力 我可以幫忙 你跟我講就好了 這個也不對的啊 你跟你好朋友講溝通 這個就是你們私相授受嘛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 現在大家還會談反抗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之前折五辦 關於反抗的之前 不管是318之前 318之後 哇都是爆場的 你可以想一下要反抗 覺得好像我們不需要反抗 反而是有 我覺得那個氣氛是在的 那新的想要反抗的時候 他找不到一些理由 因為你覺得好像要讓這個政府做反抗 所以當反抗會成為日常哲學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連這個題目其實很重要 因為其實在戒嚴這件事情 結束了我們在紀念所謂的 戒嚴30週年的時候 我們到底紀念了什麼 他如果沒辦法反過來給我們力量的話 沒辦法讓我們繼續有一個行動的力量 我們會發現 我們在紀念這種戒嚴30週年 這意義其實非常薄弱的 就跟我們紀念一個 其他的世界人權日會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可能要自己去 在那邊喚醒自己的力量 好那我們現在折五要開 我們都會開放 讓大家可以QA 那個我先點一個名 八六 你好 你第一個 那其他第二個有二三 看有沒有有意見的 來2 L 盡量尖閨一點沒關係 有沒有高中生 高中生從 你們從中立來嗎 發表一下 好 你們兩個猜拳 選一個就好了 讓你們先表達 免得後面的人給你們壓力 感想什麼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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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他們有沒有回答 就 開始慢慢了解 跆拳會在第一前線做的事情 然後就會更 就會更想了解 社會運動到底在做什麼 就 如果下一場 做運動 就有可能會親自上街參加 下一場 就 假如有 社會運動 等一下我告訴你 馬上進座 謝謝 謝謝 來 八六好了 這個好像不太能夠反抗 就是 我剛才有說就是反抗 深入在生活當中 沒有我其實比較想要問的是 剛剛其實談的一些 社會運動跟政治之間的 什麼關係 我其實有兩個面向問題 一個是說 所以兩位到底覺得 社運跟政治 尤其是主流政治 尤其是跟執政者之間 應該保持什麼關係 有合作的可能嗎 被他們收割的話 譬如說國光石化的時候 是馬英九最後拍盤 他們定案說不要蓋在 不要蓋在彰化那邊 那 那個時候大家 有刺激一下 罵說 好像被馬英九收割掉了 可是 又覺得說 好歹終究是 把國光石化擋下來 那現在遇到一個 比較艱難的狀況 譬如說 像是大普張藥房 還有另外三戶 他們 民進黨好像答應 要把他們蓋回來 這個好像說被 民進黨 得分了 那 可是他們同時 還在拆 比如說高雄果菜市場 還有 台北的 大觀世界 大觀社區 他們一手在拆 然後一手在蓋 那像這個狀態底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拿捏 就是你們剛剛其實沒有講很深入 但我真的很想天天看 就是兩位 比較深入細緻的貼身肉婆當中 我們是有可能跟他們合作的嗎 還是說我們真的任何時候都應該要保持警惕 我是懷疑 這是一個 第二個問題 會比較是 因為我自己也在所謂第三軍勢力待過 大家覺得 就是所謂社運政治 或者說社運政治化 是有可能的 或者說有意義嗎 還是說真的 所謂社運動 所謂反抗者 所謂的 永遠的在野黨 也才是必要的 也就是說 有可能真的 譬如說像德國 也許像德國的綠黨 那樣就是 平常大家都是抗爭者 反抗者都是社運組織 然後選舉的時候 大家一起組黨 進去參選 然後變成政治的 變成體制那一部分 還是說 我們比較適合 需要有一些人 一直都在體制外 一直都在所謂的體制外 所謂的社會上 然後持續的保持一個抗爭角度 因為 好像 至少目前的社運參政 但是並不是太成功 然後 時代力量也許 好像看到一些希望 可是也不是那麼明亮的希望 他們也還是有一些局限 那 細節我可能也不適合說太多 但是我想兩位應該也知道 有一些局限 譬如說他們 他們力量不大 或者說他們的立場 可能並不見得 他們還是會選擇 跟他們的政治利益 比較接近的立場 那像這個樣子 社運參政是有可能的 或者是有必要的 大概是兩個跟社運跟政治有關係的問題 不過剛剛你那個 有一個前提 首先 時代力量必須是一個社運團體 然後變成政治團體 對 如果他們不是社運團體的話 就很難 說他們會是政治團體 有些人會覺得他們 是啊 是啊 我們就廣義來解釋 現在廣義來解釋 這個東西 這個問題很簡單 我們先 還有 我大概有兩個方向想要思考 第一個我是 說實在的話 我蠻好奇 就是NGO團體 為什麼用NGO來討論 因為我一開始來這個題目 反抗成為一場哲學 我根本會覺得 NGO這麼枉然這樣 雖然我也不大在乎 為什麼他們會枉然 就是 我覺得這個 你要自己去解決自己內部理路的問題 做一個NGO 你自己整個內部幫忙 蠻良道 你必須要跟公民社會尋求援助跟支持這樣 比如說剛剛台球會的報告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覺得如果思考是一個本能 或是你已經社會上有思考的能力的時候 簡單來講 我覺得今天如果你是來求助於公民社會 我覺得基本的問題是在於 你欠缺會思考的人才 這是第一個我的觀察 然後第二個 還有思考是一個專業 你應該很認真去想 你是你身邊的人 或是在NGO裡面的人 是不是缺乏思考 在我的觀察裡面 並沒有什麼體制內跟體制外的問題 如果你進入政府單位 你會開始思考你自己 是不是有問題的話 那代表你的思考能力是不夠的 並不是 我基本上我覺得 你去看法國 不管在什麼角度 那個部長轉身罵自己總理一大堆啊 他根本不會說我自己在政府裡面要幹嘛幹嘛 所以我覺得是思考能力的缺乏 還有這個是反應台灣社會整體的一個狀態 一個問題這樣 還有代表你們找的人才可能有些問題 這個人的思考能力是差的 第二個我想要討論的問題其實是這樣 我覺得台灣的NGO 你會說算了 我為什麼要救他們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你自己去想自己的一個過程 其實思考的過程 就像剛剛孫先生提到的一樣 你要不要先從自行開始 我們要不要成台灣的NGO反抗的過程 歷史中 先提出一個反省 比如說我覺得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反省 第一個就是 台灣NGO第一個就是在李登輝時代 為了國主主義你們妥協的時候 李登輝時代換了很多 比如說那個地方派系的問題是怎麼來的 實際上就是因為你想要 先解決台灣人執政的問題 所以你就是容忍了他做這些事情 那你們為什麼會容忍 那過程是怎麼來的 所以你先從自己的過程跟歷史 你去思考清楚這樣子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要 就從這個同樣一個面向的一個觀察 就是台灣現在的多元其實呈現一個 就吳瑞人也講過了 就是台灣的多元其實呈現的狀態是 我們把新舊併成 實際上在轉型正義的國家裡面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政黨 是容許納粹跟我一起談問題的 也沒有人容許共產黨跟你們 進來談問題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台灣的多元變成說 好像喬因政府要求我們要 容忍過去的舊價值 我講的已經很清楚了 容忍過去的舊價值 我沒有說老男然 就是我們容忍了這些 那你東民社會怎麼吞得下這口氣 你自己就可以去解決了 這時候有兩點觀察 謝謝 好 這個當作算是對公民史 NGO的批評 可是實際上他們也做了很多 等一下再聽他怎麼樣的回應 有包含自省跟捍衛的部分 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當然不知道會不會太大 等一下如果也是這個地方 我想要問就是反抗這件事情 他有沒有一個固定的形式 或者是也有固定的架勢 就我知道卡文卡沒有說我反抗過門存在 但是我自己還沒看過一本書 就是可能只有短短短短 我想要知道就是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就是其他的觀點 就是像國民黨他現在 今天忠實發了什麼 那個唐鳳前置台灣言論自由透過臉書 之類的這種東西 那這個是不是對一個 就是他假想中的一個社會結構的一個反抗 就是我想要知道有沒有固定的形式 或價值這樣 謝謝 好 那我們先由友蓮來回答 好不好 就回答你可以回答 好 這個 抱歉 我的確是有一點精神不計 我只能這樣講 就是說 第一個我覺得反抗沒有一定的形式 比如說 有人用文字來做為一種反抗的工具 我覺得也很好 有人用藝術來做為一種反抗的工具 我覺得也很好 但是重點在於說 你想反抗什麼 那你的主體性 你的組織的主體性是什麼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那像勞政 他叫台灣勞工政縣 他就是一個有一定的 價值信仰的體系 那個價值信仰的體系 你叫左派也好 你叫社會主義也好 他某種程度上 他所反抗 所要 不管用任何的方式 任何的形式 他所要追求的那個方向的定性 是固定的 所以有些東西是 不太容易有一些妥協 但是有些東西是 你就看說 你的政治的過程裡面 你要拿到多少 那我至少是我自己 我自己不一定是代表所有人 我很少用收編 也很少用奇節 也很少用收割的這樣一個字眼 也許你推了一輩子的東西 當它成為事實 也許不是百分之百 那也是個事實 所以我會比較彈性去看待這個事情 就好像我會比較彈性去看待說 當我的夥伴他進入體制 有時候我們在想說 他就是一面牆 我們撞了十年了 他還是不動 終於有人進去了 有人進去了 有人進去了 可能不小心開了一個小門 也許改變了一些事情 當然可能 這個過程裡面 可能也會有一些 怎麼講 損失 比如說應該巴劉所提到的 他做了A 他像B 看得不順眼嘛 對不對 這個情形 那我 偶爾我會採取比較 比較容忍的態度 當然 並不表示說 我們不持續的去反抗 顯然這個社會 可能還沒有找到更多的人 所以我們多辦幾場責務 來找到更多的人 來一起來做這個事情 一起來做這個事情 譬如說我最常舉 政策反抗的經驗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還是要舉勤民建法 勤民建法已經做了二十幾年了 照理來講 台灣應該因為這樣的一個制度 把所有人都繫在一起的這個制度 讓彼此之間更能容忍 讓彼此之間更能包容 讓彼此之間更能理解跟接納 因為你們所繳的錢 不一定用得到 但是可能用到我身上來 這就是一種制度的形式 1995年開放天平健保 1997年健保就要民營化 所以剛剛其實伊林在談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畫面 你們不要以為現在 什麼傳媒、什麼傳媒、什麼傳媒、什麼 第幾台是比所當然的 在我們某個年代只有什麼 老三排 只有幾家炮子 政府的那個Propaganda 它要怎麼去宣傳 是很容易的 相對的你要去反抗的這個力道就很強 所以我那時候都要學什麼 不只要學會寫字 還要學證報鈔 你隨時要擅長的 你隨時要一二三 一二三軍跟他推擠的 因為你只有這樣的方式 你才有辦法去做反抗 你只有這樣的方法 你才有辦法把 1997年 錢民健保 說要交給財團去做的這樣的一個政策 把黨抵黨下來 那當有人進到裡面去了 譬如說他不一定是行政機關 他可能是立法院 他在裡面抵黨 我們在外面抵黨 某種程度上這個反抗 可能也會更加有效果 也不一定 當然 在過去的執行經驗裡面 的確是比較有 可能有一些比較益起的效果 譬如說 譬如說 把大部分的人把所有人都納入勞起法的這樣的一個 那是經歷過十幾年的反抗 說自己別的政治也是騙人的 也是有朋友進到裡面去 裡應外合 才有辦法 人家 才有辦法把這東西修過去 讓更多人能夠適用的東西 所以 某種程度上我會比較 比較 怎麼講 我比較常用這樣來提醒自己 就是 在這條路上 就承認自己的有限 然後尊重別人的有限 然後看 你看用怎麼樣的方式來成就你要做的事情 例如說 我再舉一個例子 1997年 你看你要推一個法案不那麼容易 1997年我們就提出 就業保險法、失業保險法 到了2002年才通過 那為什麼是2002年通過呢 剛剛 那個邱伊琳已經給大家一個背景 因為 因為他執政 他必然這件 他有可能有那個空間 有可能有那個機會 把這個 策定 塞進 那個議員裡面 如果 當初講是不是 那樣的一個背景 那樣的一個實況背景 也不一定能夠把這個 政治策定 塞進去 那可能就是 繼續的鬥爭 繼續的反抗 那立法了以後 要不要繼續反抗 當然要繼續反抗 因為他們做得 還是不夠好 你還是要 有更多更多的 這樣的一個改革 來讓你想像中的 這樣的一個制度 跟社會 變得更好 所以我想 我就簡單的做這樣 一個回應 跟回答 好 那我先回答那個 86的問題 作者講句好 社運跟政治的 那個合作的 可不可能 我覺得當然是可能的 因為 的確有很多改變 就是要透過政策的改變 或是法律的改變 但是 就是要問的是說 到底他們是真正能接受了 他們真的要去推動 我們所講的那個價值跟政策 還是只是做做樣子 所以說表面上說 我要 我要改 可是事實上 他真的骨子裡面的 那一個法條 或者那個政策 政策本身的內容 事實上 是沒有變的 那如果是那樣的話 那樣的一個合作 就是不大可能 或是說他 去丟出了一個說 我願意跟你溝通 然後我去製造 非常多的一個溝通 我說這個好 比如說此行正義好了 那個社會的八成的人都反對 你們自己去溝通一下 我自己沒有立場 就是這個執政者沒有立場 麻煩正反幫自己去溝通 打一架之後 告訴我人民要什麼 那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合作 這個是他真的也要合作嗎 我覺得這個是 對 就是我們現在遇到的 恐怕有時候 並不是他真心要合作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樣 就是有時候你就還是必須要去罵他 那就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 我也同意不需要一直 擔心什麼收割的事情 就是說 嗯 的確很多時候就是 必須要透過政治人物差辦法 去達成最終的那個改變 可是所謂的 你要去告訴群眾 或是告訴人們 所謂的促成這個改變的可能 到底是誰 我覺得那個是需要靠 NGO 或是更多的那個 群眾的教育去講的 就是說 事實上是那麼多的一個 社會運動的累積 才促成這個事情的改變 而不是馬英九 一句話 就可以做到 如果今天沒有前面那些運動 馬英九也不會去說 虎光石化不用蓋 對啊 他幹嘛要去講那句話 那吳敦義也還在那邊說 白海豚會轉換 不是嗎 或是說你去看到說 對 大普中藥房 他就是可以願意讓他似乎重蓋 可是他怎麼樣去對待其他的 破千的問題 那他的邏輯有沒有一致 如果他邏輯就是不一致的時候 你要不要還是持續去罵 就是對啊 那社運的政治化 我覺得的確是有可能 社運可以去參政的 可是我不大 我不大理解你所謂的 國外的綠黨 平常是NGO 然後選舉的時候 就去選舉 真的是這樣在操作的嗎 因為 因為我不認為這樣子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覺得政黨就是政黨 就是你光是 我覺得像NGO我們這樣的一種 操作的模式 你要去run所謂的選舉 有時候那個是落差很大的 我想大家看到之前的選舉 就是聖民黨綠黨的選舉 那用NGO的方式去操作選舉 是不是真的有辦法很成功 就是對啊 然後 好像只有能力 就是有而且也只有能力 他們平常是NGO嗎 但平常是不是那麼NGO 對啊 是啊 那我覺得很多時候 NGO的議題已經越來越專業化 你沒有一個長期一直在持續 甚至是你要有研究能力的 你要去關注集會遊行的事情 你甚至現在都要去比較各國的法律 你不是只是在那邊說 國民黨你就是很懶 你就是威權同事 現在的論述不可能是這樣的 你要去講說 不好意思 德國的集會遊行法是怎樣 不好意思 法國的集會遊行法是怎樣 你要去搬出各國的法律 你要去告訴他說聯合國的規定是怎樣 你要去做很多的研究 那個東西不是說 我今天三天捕魚 兩天曬網 然後選舉的時候跑去選舉 我覺得那個不管是做NGO 或者是做維尤政黨 恐怕都是很不專業的 所以我不大覺得說 我覺得你去NGO 有可能可以跟小黨合作 或者是跟一些在野黨合作 那個是有可能的 可是NGO同時又作為一個政黨 我會覺得好像有點太浪漫的想像 對啊 就恐怕會兩邊都沒做好 那我自己還是會覺得 的確還是有所謂的體制內跟體制外的差別 在NGO你就是在體制外 你就是 你就不是在體制內 對啊 所以不可能說是沒有區別的 那所謂的 我剛剛講的那些 跆拳會過去的歷史 然後這個 我們聽眾認為說 我們這些 跆拳會的這些人是思考能力的缺乏 我們找了人才問題 但是這些人目前都是我們的執政當者 對 那就是這樣子 所以 這個的確是一個 這個過去的這一段歷史 就是一個台拳會自己自行的過程 從1997年就開始去反省這件事情 到2000年陳水扁當總統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已經不再是像 9000年工艙事件的時候 台拳會其實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因為這事情大概主要都是富美團體在吵 可是在2000年民進黨執政之後 兩屆零五年包括參加熱身的運動 或者是說這個聚案指紋的事情 事實上 然後到現在民進黨全面執政的時候 我們對於持續的一些民進黨政策 人權政策的缺乏 或者是經面生認證 他還是要持續的去推動等等 然後或者說 他一方面跟你說這個前瞻計畫 這個公民審議是在 什麼 是在綁 這個NGO在綁裝 那個5%的經費 什麼要讓公民團體來辦 公民審議說這個是一個綁裝的過程 是在突避這些NGO 事實上他又要拿這個公民審議 來去幫你解決一些正義的問題 那不是也很好笑嗎 是啊 所以我們還是有持續的在去批判 而且我覺得正是透過這個歷史的過程裡面 去自我的去反省 然後去理解說 那到底NGO跟政黨之間 或者說有人去從事參政之後 我們要怎樣去保持一個比較好的分寸 那我相信那個絕對不會是永遠 那個那條線都是不變的 我相信不會是 有可能隨著時代的改變 有可能隨著新的不同的想法 價值的出現 那條線有可能還是會不同的在 不斷的在變動 或者說有可能有一些更有彈性的 更有創意的合作方式都有可能 那所以我覺得我今天來這邊 並不是來求助於公民社會 我覺得我今天只是 因為有年叫我來分享一下 台群會從過去到現在 就是特別是經歷過 從戒嚴然後到解嚴之後 特別是台群會自己本身 就跟民進黨有這麼多的一些 過去的一些歷史上面的 就是不管是合作到現在的 甚至可能是 我們程度上不是一個對立的關係 那我分享一下我們自己過去 這樣一路走過來的一個經驗 謝謝 謝謝 剛剛講的時候 就是像我們在回到2016年之前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場景 是很多NGO團體 會跟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共同召開記者會 來反抗所謂的執政黨 那我們現在大家可以回到一個場景說 如果在2016年的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時候 這個NGO團體同樣也是跟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共同唱一些事情來反抗這個執政黨 那我覺得這個狀態其實就是 會是好的現象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還有跆拳會或者是他們也都做了一些 好像有美女有跟你們一起開一些 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應該 可能我們可以找出一個模式出來 比較健康的模式出來 不要到時候都會是思腔瘦瘦型的 就是說因為你是我的朋友 所以我不要反抗你 因為你常常會聽到很多就是 我們自己人啊 我們試一下溝通就好了 我們幹嘛透過媒體放話 就是常常會有這樣的話 那可是實際上這個才是我們要思考的開端 我們有沒有比較 除了不要那麼私底下 也不要透過媒體方式 有沒有比較公開公平 用那個公開的方式來對這個所謂的公共事務的思考跟改變 有一些比較知識化 有一些比較一些我們還沒想像到的管道 我們先讓友聯來補充一下 我剛剛忘了講一個政治的部分 我個人用很粗淺的 因為第一個 我必須承認我從來沒有選舉過 所以我們純粹是從 等一下你不能選舉 你馬來死啊 對啦 我馬來死啊 我會做裝裝的比賽 好 但是我慶幸的是說 我這個二十幾年來 我參與過幾次國會的選舉制度的開端 譬如說我們從SNTV 就是單一選舉不可讓入制 變成單一選舉兩套制 但是單一選舉兩套制 當時我至少是勞政的主張是連帝制 不是現在的並帝制 我會認為說 連帝制是比較有可能 讓小黨比較有機會跟空間 不只是如此 如果下一次我參與國會選舉制度的改革的話 我會認為立法委員必須要增加名額 至少當初在那一波的國會改革的時候 勞政主張是一百六十席 很清楚 一百六十席 因為從兩百多席 兩百二十四席 變成一百六十席 那時候是砍半變成一百一十三席 相對的去擠壓了小黨的這樣的一個空間 那我還是要想要我沒有選舉的經驗 但是社運偶爾有它的純粹性 但是政黨必須有它政黨的個性 那我覺得這兩者之間是有一些差異的 那我要講的回應民進黨的部分 其實如果說你從我剛才的分享 那個反抗是一脈相承的 就是你挑戰的東西是很清楚的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當你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 這一群政治精英都接受了一套邏輯 譬如說我們把它稱之為一個包裝好了 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好了 那比較具體的政策表現在是減稅 比較具體的政策表現在是減稅 對誰減稅 坦白講也有對在眾各位的爸爸媽媽減稅 但是那一套叫做以路均沾 不一定是每一個都會沾到 一定會有人拿得更多一點 但是我的重點在說 當從李登輝減到陳水扁、減到馬英九 到了蔡英文的時候 這個政治精英繼續選擇的這個價值的時候 那你要不要反抗 因為我們已經讓前面的執行 前面的部分去實驗了二、三十年 造成的結果是什麼 造成的結果是 貧富不均嘛 更嚴重的資源分配的落差 那當你有選擇的時候 當你有選擇的時候 你會選擇什麼樣的一個價值去跟他們對抗 這是其實是 我剛剛沒有講 勞政三十幾年來 其實持續在做的東西 就在做這一套 提出另外一套價值體系 認為這樣才能把台灣建構成更好的台灣 更公平的台灣、更平等的台灣 當然那部分的話 就有賴更多人更多人的去挑戰 去做這樣的一個反省 那我就做這樣的一個補充 我們再一輪 我們再一輪好不好 一、二、三 好不好 再一輪 兩位好 我想提的問題是說 我們先從主公會這個例子來講 好了 當我們在講公會的那個公的時候 有人大對定知道說 有所謂的禁止大便車的條款 那這個的公益、公效跟作用 這我就不用再順他們面前講 可是我們來做一個很好的聯想 是說 如果在主公會的時候 這個條款是有必要的 它是有公益的 而且你們公會的人也認同的話 那搬到公民社會的時候 我們在講公民運動的抗爭 我們好像就很內建的自然的說 這不應該這樣做 我們要做的是雨露軍戰式的 我們應該是每個公民都得到 可是這個在現在實際上 這麼多年來運作得到的是什麼呢 先不要講說 我們一般的參與者 不管是被覺醒的人 或覺醒的人 在這麼多年來所累積的 心理跟生理的創傷 經濟時間的成本 跟自我生命的消耗 還有幸福的損失這些問題之外 實際上它得到就是 原本那些既得利益者 變好的時候它一起變好 那沒有變好的時候 它也不會變得更糟 那不就預言的告訴我們說 這整體架構而言 根本就不要你改革啊 去做改革的只是 只是做錯的事情 對個人的幸福也是一個錯的事情 你不應該去做這個改革 其實對你比較好 那所以說 我想從兩位 第一個是孫大哥 如果你來接受這樣的聯想的話 那你會怎麼看待說 到底是不是公民社會 反而就不應該這樣做 或者說公民社會 如果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應該怎麼做 那特別在台全會 當然我們更可以講說 很直觀的就是 那從人權的觀點 本的人就說 我們也不應該這樣做 可是像你本身 這麼多年的抗爭 累積這麼多的創傷 跟監討 還有燃燒 你也可以相信 可以理解說 這樣的一種 不平跟 跟憤慨 那你又怎麼同時 在所謂的 道德的角色 跟內心 身為一個非常個人式的角色 去看待這樣的問題 那你所謂的想法是什麼 謝謝 那個我想問的是就是 在318太陽華學運之後 其實台灣各地很多大學的 意義性社團 其實力量是削弱的 然後其實甚至是很多 意義性社團現在是沒有在運作的 那就是想要問說 那其實就是兩位覺得 意義性社團在現在這樣的氛圍下 是不是有存在 然後重新復興的必要 還有就是學生在這樣子停止運作 然後變成是 沒有組織 然後一個一個個人的狀態之下 是要怎麼樣去支持自己反抗的事件 或者是運動 因為其實作為一個很普通的個人 然後不必須在組織之下 其實想要關注一些議題 或者是想要進入一些社運的場域 然後其實是一個算是進去之後 然後感受到滿邊緣 然後很難以進入也很難去嘗試 自己能夠做什麼樣的這樣的狀態 那不知道兩位有什麼建議這樣子 謝謝 點出了一個重要的現象 對啊就是這個 來我們還有一位剛剛 不能拍到他 應該是沒有關係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妥協的問題 那我這邊有兩個突然想到的例子 第一個是2012年的時候 林肯這部電影就是 是Stevenson如果拍的 那我覺得不管你可能 跟裡面的大佬 就是Stevenson的政治立場怎麼樣 就是他到底是不是一個堅定的肺服主義者 那不管 電影裡面 Stevenson是一個非常非常堅定的肺服主義者 非常非常堅定 他認為黑人有權利當總統 有權利選舉 那在經過一番的斡旋之下 他最後在國會的選舉上面 講了一句話 我只認為黑人不應該 所有人都不應該成為奴隸 剩下的我不評論 那就是明確的 他其實這句話就是講說 黑人就是跟白人不一樣 黑人就是不能跟白人同婚 因為那個年代大概也是 沒有辦法接受黑人是跟白人同婚的 那他在國會的時候 他是一個堅定的肺服主義者 可是他在國會選舉的時候 他做出了一個這樣的宣誓 他就是說 我只支持人生而平等 所以黑人不能為奴 這件事情 那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我想到的例子 第二個例子是 我跟行教授 就是行老師的時候 有聊過田 那我問他到底 九零國教、生靈國教 這個東西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 那他跟我說 至少現在我們可以把他痛苦 因為他說生靈國教沒實施 我們可以把痛苦 往後延 延到 國二、國三的時候 我不用小六 就在準備 我要升學的考試 那 他認為這是一個成功 那 他真是 我在想說到底 政策 我們需要妥協到什麼地步 各位就是 在座兩位是 認為妥協 到底應不應該存在 因為就是我看到都是 好像很多的 絕大多數的 社民工作者都 永不妥協 那永遠都 不跟政策妥協 那我其實 搞得太懂 因為實際老師 是我唯一一個 看到跟政策妥協的 社民工作者 對 然後 然後 提到第二個 先想想想的問題 就是 前輩說過 就是 所有的NGO 都是為了讓自己 消滅而存在 就是 知道兩位前輩 對這個 觀點有什麼 好 以上兩個問題 好喔 有機會我來想當總統 哈哈哈哈 我當總統的話 絕對可以改變某些事情 那個 開玩笑 不過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好 那個 第一個 妥協 我覺得很多東西 沒有辦法有那個 譬如說 410的時候 我跟史瑩他們一起 就是 廣社高中大學 對不對 然後 那個 410教改的運動 我今天下午 還在跟一位老師 在辯論 他們那種調感說 喂 今年的 升學歷是98耶 三十幾分都可以進大學 你說奇怪 這個社會為什麼 多一點那個 高等教育的人 會是一個問題 那當然 你可以去檢討很多的事情 但是 我覺得那個時代 410教改的那時候 所彰顯的問題 是一個平等群的問題 平等群的問題 某個年齡層的人 當時他們 他們 不太可能 得到一個平等的待遇 尤其在教育的支援分配上面 那一群人 大部分都是勞工的子弟 他們要擠進窄門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平等權一直都是 運動裡面的一個很重要 包括說 我剛才講的教育的平等權 醫療的平等權 健康的平等權 健康的平等權 我們關注健康不平等的議題 一樣的道理 第二 當然 我覺得妥協 妥協看妥協到什麼程度 有些事情也沒有辦法妥協 就是沒有辦法妥協 但是 單純從政策跟法案去看的話 那可能就是 你要看 你要先 心態上面是要想說 先蓋一間廟 然後呢 再來好好的修這個廟 七天假可以妥協 七天假嗎 這是另外一個事 這是另外一個 我相信 蠻大部分的一個社會的聲音在於說 不定假日的統一是一個目標 至於說是 大家一樣十九天 還是有人少那個 這是另外一個討論 但是我倒覺得說 我倒覺得說 一利一休被污名 以及說被 被 被 作為 被作為一種 恐懼的操作 我倒覺得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因為 因為那就是 周圈二日 那就是周圈二日的作法 那 我以前受的 組織工作者的訓練 是 從來不會去 如果假設有組織者 跟對組織者的話 這兩者的關係 從來就不會是一個 太明顯的權力關係 那 也只能講講說 當 所謂的 那個十幾年前 URM的 你都知道我的年齡了 現在還是有URM 還是有URM 鄭國中牧師 他們還是很努力的在做這個事情 被組織工作 跟組織工作者 組織工作者 他們不能夠去責備被 組織工作者 偶爾 因為他 或者有時 他在資訊沒有那麼明確的情況之下 而所做的某些的 也許我們講說 自私的決定 或者是說 比較 保守的 保守的決定 那當然 當然 如何去改變 如何去 一起去改變 這變成是大家去尋求共識 就是 不斷的對話 不斷的溝通 不斷的對話 主公會也是一樣 當你說 要不要主公會 監鎖主公會 要告訴你 你要辦法改變事情 如果我是在那邀約 你害怕啦 祖公會啦 祖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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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笑了 死的是我 死的是我 那當然 就慢慢的 過去在我主公會 協助主公會的過程裡面 也是用非常非常 非常緩慢的 或者是說 比較柔和的方式 至少讓他們慢慢的慢慢的 往前跨一步 往前跨一步 這有點像 其實主公會是最直接的 主公會 你不要以為說 來來來來 趕快走過來 我就在你前面 不要害怕 大家都在你前面 他還沒有協會會走 他還沒有 他只是會爬的階段 然後在我的組織訓練裡面 一個組織的發展 他有不斷的 他有 他有生存期的問題 當你叫一個生存期的 階段的組織 去做一個成長期的 這個運動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 他很快就瓦解 所以 所以 不一定 不一定有錢 這樣回答你的問題 包括說 那個 到底怎麼樣去 我講 禁止 搭便車 或者其他這個部分 但是我覺得 那就 就這樣 有機會讓這個社會 更好 更共善的這個方向 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我知道 因為 不容易回答 不容易回答 但是 我還是要講一講說 其實組織的過程 組織的工作 他真的就是一個 慢慢跑的工作 他真的就是一個 慢慢跑的 我曾經也 簽署很多工會 工會一起來 以後用跑買美的方式 我覺得他跑在 大家的前面 要是很快的 他也死在大家的前面 那我覺得 我覺得這就是 我個人出錢的一些經驗 那就只好 接下來就 教大家 和我跟大家一起 慢慢跑 分分跑 跑遠的 跑快的 再來 再來調整自己的步伐 這是我簡單的 大家的一個分享 我先講一下那個 禁止主工 就是工會的那個 禁止打便車這件事情 因為事實上 很多時候工會的罷工 就是它是一個生存的鬥爭 就是今天 大家 全部的人 都冒著可能 沒有辦法理薪水 或者是被解過的危險 那他希望所有的人 要罷工 就是要一起出來罷工 如果今天 我們這些人 就是說如果大家都抱著 搭便車的心態 最後就是只有三個人出來罷工 那這個罷工就是不成功的 所以為什麼他們會有這個 所謂的禁止 就是搭便車這樣的一個原則 事實上就是為了希望這個 罷工可以成功 那必須要講的是說 一般我們的人 就是所謂的人權運動 我們在講的是 就是我想接 我們在講的是一個 基本人權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並不是一個 以一個工會 某個公司的工會的成員 出來去做這樣的一個抗爭 我們在爭取的並不是一個 要不要爭取加班費 或者是要不要爭取這個 資遣費的問題 或者是要不要爭取這個 不要官場的問題 我們的爭取的是 所有的人都應該要享有的 基本權利 所以當然這件事情 對我也會有影響 對你也會有影響 爭取成功了 大家都一起好 可是爭取不成功 我也倒楣了 今天我如果活在一個戒嚴時期 你覺得對我來講很開心嗎 也沒有不能辦報紙 不能看新聞 然後這個電視台只有三台 不能批評政府 家裡連馬克服 我任何書都不能有 你覺得這樣子的生活很開心嗎 對我來講也是不開心啊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不自由 事實上是每一個人都會去影響到的 所以這個東西當然我並不會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把它用成 是一個很簡單的說公益主義 就是說我不要出來抗爭 反正別人去死就好 可是事實上 你就是應該還是要有人出來抗爭 這個整個社會才會有辦法改變 對啊 那如果這個社會不改變 事實上生活在裡面的每個人都很痛 包括我自己 所以我覺得沒有辦法 用你所謂的禁止大便車的那個 東西去說 所以我要禁止說 今天那個我真的比較言論自由了 不好意思啊 只有正男人有自分 他們家的人才可以有言論自由 其他人都不能 你可以這樣子講嗎 當然沒有辦法 就是說這個東西 它就是一個必須要去全面去 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去享有 它才叫做基本人權 它才叫做真正的一個自由 那318那個人可能最後再講 妥協的事情喔 我覺得 你去 我覺得 到看這到底是對什麼東西妥協啦 就是說 你說 價值觀可以不可以妥協 今天人本可以對 體罰的事情妥協嗎 今天人本可以對性侵兒童的 那個 就是個案妥協嗎 我想他也沒有辦法 那很多時候可能只是在對於一些 達到這個目標的某一些路徑上面 或者是手段上面的一些妥協 可是你說到底教改成功了嗎 如果成功了 那人本不是就應該收起來就好了嗎 當然就是 他們還是在堅持一些事情 他們也還沒有妥協 不是嗎 目前還是有一堆補習班 升學主義也還是這麼高漲 你卻覺得還是有很多東西 就是沒有改變啊 那 這就是為什麼教改團體還是要持續審存 他還是要去持續做一些改變 如果我們今天都認為說 什麼東西都可以妥協 那大家解散回家 對啊 那這樣子還會有所謂的 你說廢奴好了 廢奴接下來還有投票啊 還有別的事情啊 如果沒有人繼續堅持下去的話 後面那些事情全部都不會發生 就是只有到廢奴為之而已 那就是必須要有人不妥協 繼續去爭取 才會有後面的事情 那包括 對啊 教改後面我們前兩年 也才發生這個 課竿微調的事情啊 整個黑箱 就是整個過程是黑箱的 然後不願意公佈所有的 課程的微調的過程 然後委員的名單 都已經到了檢研多少年了 我們還在 我們的課綱 所有的決定大家的教科書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還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完全不公開透明的一個情況下 還是必須要透過 才會去打行政訴訟 跟他說 教育部麻煩你公開一下 他才要慢慢的一個一個公開 然後現在也所謂的課綱委員 才慢慢開始有學生 或是有其他的人可以加入 而不是再次說只是一個封閉式的 他連你找誰去開會他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還是有很多東西 是必須要去改變的 那318之後 我是不曉得 學校裡面的異議事團 真的有削弱 但是 我想每次像野百合之後 或是像我自己所經歷的 我在大學時候的時候 我也自己也會覺得說 學校裡面的異議性社團很少 就是 因為畢竟就是 那個學運總是一波一波 然後這個 結束之後 就是好像那個 美光燈不見了之後 好像大家就 開始覺得說 啊 是不是 還是念書比較重要 什麼的 可是事實上 我覺得 異議性的社團 存在的必要 我相信它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就是 大一就一進去 就是參加了東海的一堆 包括女顏社啊 這個 台顏社啊 人間工作房啊 就是說 這些社團它就是會讓你去接觸到 學校的教授裡面 不會講的事情 它會去 就是即使社團只剩下一個人 也好 它就是去傳承那個 那個過去的那個歷史 那個文化什麼 那個東西才不會斷層 那 有時候你可能只是 這個禮拜可能 我覺得好像折五 我不曉得 是不是第一次辦折五的時候 難道就是這麼多人一起來嗎 也不見得嗎 也許第一次辦活動的時候 可能就是只有兩三個人 甚至只有你自己一個人 沒關係啊 你就持續 接下來去慢慢的去辦 就是有 就是 志同道合的人 有 你可能就是透過先看電影 或是看書 讀書會 找人家去演講 我覺得都是 我們都是這樣 我們是做的啊 那 學校裡面的外科 就是會聚在一起 他們就是會 欸 今天要討論什麼 反抗 作為一個日程的人 這個題目真有趣啊 對啊 那他這個 禮拜五晚上 不想要跟同學去唱KTV 可能他就來提提的東西了 對啊 那慢慢的就可以 凝聚出一群人 慢慢的 你們就可以 像東海的這些 異議系社團 除了去讀書會 或者是說 去看電影 然後去甚至去參加一些社運之外 事實上 我們也開始在關心 學校園裡面的這個 空間的自主的問題啊 東海裡面要砍樹 校園規劃裡面 完全不尊重學生的議題的時候 這個時候 學生就出來抗議了 女生宿舍 這個 以前我們是10點還是11點就要 一定要進去 現在還慢慢的延長 對啊 那這個東西全部都是可以拿出來 去抗議的事情 反抗是不是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面 去發生的 甚至 我在清大的時候 可是說我也沒有社團 但是 那時候那個宿舍 要被西竹市政府收回去 我們有一堆人 變成破千 就是變無可蝸牛 我們也是出來就說 那校長你不處理 不好意思 我就去校長吃大帳篷抗議了 那他要不要處理 他就是要出來處理啊 不然就是默默的 去接受所有的事情 那 這是你的選擇 你想不想要花力氣去 找一些人 願意跟你一起站出來 去把一些你覺得 其實可能是 不是那麼對的 不是那麼公平的 或者說你覺得 充滿很多問號的事情 你想找一些人 一起來討論 一起來去挖掘出 到底那個真相是什麼 或者說 那個可能的解決辦法是什麼 那都是取決於在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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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